嗨 大家好 我是奶茶 昨天大家都有去挖礦嗎? 這一集分享一下昨天的挖礦實路 因為影片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都是截取開寶箱的部分給大家看一下喔 中間的過程我就不說話囉 那你們挖到的是什麼也可以告訴我 哇 第一個我開到眼鏡了 又是一個眼鏡 這次是海豚鞋子 欸 為什麼 欸 等等 我們再看一次 結果是我的鏟子沒有按到 我要衣服 給我衣服 衣服 衣服 眼鏡我有了 哇 這一次是海豚的噴槍 好可愛喔 唉唷 給我衣服啦 怎麼還是沒有 我在這中間挖到了好幾次的大礦 剛剛前面有一個了 所以呢 這個是第二個 在這裡我又遇到一個了 這是第三個大礦 然後這裡有第四個大礦 然後這裡有第四個大礦 終於啊 衣服快出現吧 衣服快出現吧 怎麼又是眼鏡 我的衣服快出現吧 我的衣服要來了嗎 怎麼又是噴槍啊 希望這一次是衣服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到底跑哪啦 要給我衣服了嗎 哇 又是一個海豚噴槍 時間快到了耶 暴數40秒了 快到時間了 我要被趕出去了 哇 沒了 所有人都陸續跑出來了 時間到就不能再進去了 啊 我的衣服啦 這裡呢 這裡呢 給大家看一下 挖到的眼鏡跟鞋子 哇 我眼鏡超多的 有五個耶 好可惜喔 沒有挖到衣服 噴槍的部分呢 我有三個 那這個噴槍呢 是有次數的喔 是50次 會有這個雪花的特效 為什麼看起來好像噴殺蟲技啦 那它這個海豚的圖案啊 也是很可愛喔 那這裡呢 就分享給你們囉 接下來呢 要分享的是這個 賓果的最終獎勵 那我發現很多粉絲啊 眼睛都非常的亮 因為呢 他們發現我活動第二天就拿到了 那為什麼可以解這麼快的原因啊 就是一直釣魚啦 我發現在冰屋釣魚啊 非常會出箱子 都還沒有解鎖到新的魚種啊 箱子就是一直出 所以呢 才很快就連到十條線 開啟這個最終獎勵啦 那這裡呢 一樣跟大家說一下 最後的這個數字 我是用確保選擇 這裡呢 我選擇數字13 就達成這個十條線囉 那這裡我就直接開箱囉 第一個是帽子 第二個呢 就是鞋子啦 再來最後的是衣服 那一樣展示它的體型給你們看一下喔 首先看到的是小寶寶的體型 那我覺得它搭配雪花公主的長髮啊 剛剛好 再來看到的是一般的體型 它這個水手服啊 還是有一點像學生服的樣子 接下來是長腿的體型 它這裡變高了之後啊 它的襪子也變長囉 這套衣服啊真的很漂亮 最後看到的就是胖胖的體型啦 裙白的部分啊變得非常的大 這次的帽子啊 竟然沒有跟著體型而改變耶 那以上四種體型給你們參考囉 那今天影片呢就到這邊啦 謝謝你們的觀看 那我就要繼續去釣魚跟解明牌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